暴击流狂铁是什么? 一种玩狂铁出拳输出装搭配无尽 一个技能就能让对手血量见底的玩法 大家好,我是群民鬼在校外 名文和出装在视频最后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备战里改一下 最近不是可以在活动里 领取狂铁新皮肤的体验卡吗? 很多粉丝都问我 为什么自己玩狂铁打不出伤害 感觉这个英雄很短 很容易被对手放纷枕 那这几天我会多出几期狂铁的视频 帮助大家了解这个英雄的技能机制 常规开局铁剑出门 学习一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边路草丛 这局兑现一个药 打法很简单 他进草一瞬间一技能先消耗一套 然后直接普攻换血就可以了 一级一技能只有5秒冷却 等我们下一发一技能好的时候 就已经攒够一格能量了 这边也是强化一技能外加普攻 直接送他回家 狂铁的操作很简单 需要动脑子的地方只有他的被动 这边我不推荐大家去记连招 什么多少能量用什么连招 我建议大家简单理解一下技能机制 狂铁三个技能 只有一技能的伤害是最高的 所以所有的连招想输出最大化 一技能必须要有一格能量 其次强化二技能加普攻 是附带一个击飞效果 这个技能可以简单理解为 秒人连招的起手技 面对一些有位移技能的英雄 通常我们要存两格能量 一格用于二技能击飞 一格用于一技能输出最大化 最后没能量的时候 再用大招在团战中保命或者补足伤害 这就是最基础的连招 2A13 这边继续跟药兑现 他有三个位移技能 我们强化二技能不是很好命中 那先用13技能跟他打消耗 这边他残邪 我们等一下技能CD 吃口药等他浇强化普攻 瞬间强化二技能击飞 一技能打残 西瓜走位躲下伤害 大招好了蹭一蹭不进去 直接秒掉 拆完下踩来上路支援 这边有细节 我们能量差一点一格 二技能位移先别普攻 大招减速营阵 补足一格能量 用强化一技能打出最高输出 最后普攻减速送他回家 我前面也说过 我们想输出最大化 必须要打出一发强化一技能 我们在有能量的时候 每个技能都会消耗一格能量 但是二技能 如果你不接普攻 是不会消耗能量的 所以在有一格能量的时候 二技能位移不要接普攻 把能量留给一技能 才能输出最大化 像刚才那一波 我是不够一格能量的 我们交一次任意技能 都会累积能量到一格 所以我二技能没有用强化普攻 用大招减速去补足能量 再接强化一技能输出最大化 这样我才能把仅有的能量 给到一技能 其实新手玩的话 建议团战前先去叠两格 或者三格能量 积一套连招 二爷一三就可以了 这套连招的好处就是 二技能普攻命中 就能一套秒 不足之处就是 不可能每次团战 都能让你叠两格能量 这边反蓝 发现银阵先不管他 叠一格能量 再说他觉得能秒 我强化二技能普攻击飞 一技能送他回家 橘有金入场 大招加护盾 顺便减速送他回家 这里就牵扯到一个战术 众所周知 没有几个英雄 在对线期可以压制狂铁的 所以对手一般都很怂 你能压线却没有机会秒他 像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把能量点满 故意掉血 不交技能 骗对手的自信 之后一套技能反手带走对手 顺便把血也给回满了 这边我们也是出到无尽 先普攻小兵 叠两格能量 2A鸡飞鱼鸡大招 直接秒掉 这边来压中路高地塔 两个能量还是基础连招 2A13入场 秒掉莫子全部打残 闪现追击举有金 帮助马可波罗送他回家 我很气 狂铁这个英雄细节其实很多 所以我分成三集视频教大家 这期视频先帮助新手朋友 了解这个英雄的技能机制 还有能量怎么分配 下两期视频会讲一些进阶技巧 一闪二闪 还有各种能量秒人的连招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什么英雄可以吊打狂铁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赛会十连胜哦 我的名文是 三狩猎 七隐匿 十英言 九亿变 一货元 装备 抵抗之轩 暗影战斧 破军 碎星锤 无尽 明刀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